大家好,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之际 谁都想不到这一场战争会持续至今 更加令人感到相当意外的是战场形势 竟然会打成现在的局面 原本全球普遍认为的俄军将会吹咕拉朽势的胜利其实并未出现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并非是在单独与乌克兰作战 而是在和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北约组织作战 那么所以呢,这一场整个战局的后续走向 也就更加难以预料,充满着不确定性 不过最近呢,这个围绕着俄罗斯冲突当中的一场战争 俄罗斯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场战争关键位置的胜利 外界甚至有声音认为 当前局势的发展预示着俄乌冲突过去几个月以来的形势又发生了再次的逆转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表了最新的看法 我们今天呢,就来围绕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大家一起说道说道 自从半年之前,俄军攻占了卢干斯克的重镇 利息昌斯克之后呢 就遭到的是一连串灰头土脸的失败和挫折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俄罗斯方面军事行动似乎并不顺利的一些消息 在1月13号,俄罗斯军队终于宣布了一个令他们可以扬眉吐气的消息 他们在1月12号晚上完全解放了顿涅茨克的索列达尔 在对于顿涅茨克方面继续成功进攻行动 那么使得呢,就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索列达尔究竟在哪里 那么此前的分析当中呢 这样的一个小镇看起来也不是大城市 而且呢,过去也并没有把它列为所谓军事重镇之中 但是呢,这丝毫不影响到俄罗斯军队对这一战果的高度评价 那么这样的局势的发展形势 对于欧战局究竟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呢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3号的一些消息呢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发布了信息 那就是前面说的,那么正式的解放了索列达尔 而且呢,还特别指出 这样的一次行动,此次战役的成功呢 对于顿涅茨克方面后续继续成功的进攻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是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国防部的说法 控制索列达尔可以切断 乌克兰部队在巴赫木特的供应路线 为什么说它是关键重征 为什么说它是关键位置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乌克兰军队的后方补给线 我们知道呢,打仗打的就是补给,打的就是资源 打的就是你的后勤 对吧,如果你的后勤补给线被切断呢 那么位于巴赫木特方向的乌克兰军队呢 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因为此后呢,整个封锁就会包围乌克兰余下的部队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呢 俄国防部还在声明中 公开了这次胜利的关键环节 那就是整个空降部队完成了一次秘密行动 袭击了乌克兰的阵地 占领了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 而且从南北方向封锁了整个城市 俄罗斯国防部还说 仅仅在过去的三个昼夜当中 在索利达尔地区一共呢 这个消灭700多名的乌克兰军人 摧毁对方300余舰的军事装备 那么在此之前 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也对外发布了信息 谈的就是俄罗斯空降部队 从北部和南部封锁索索利达尔市区 那么突击队在该市展开战斗的信息 所以呢我们如果对比前后 俄罗斯国防部所释放的信息呢 至少在逻辑上和消息的前后关系上呢 应该是能对得上的 那么更早之前我们也看到了 俄罗斯这个瓦格纳四人军事集团的创始人 普里格金10号就宣布解放了索利达尔 那么在12号的时候呢 他又对外发文确认了索利达尔的领土 已经从乌克兰军队方面完全解放 而且已经被清扫干净 平民也已经从该市撤出 俄军已经消灭500名不愿意投降的乌克兰军人等等 那么这是来自于俄罗斯军方 这个瓦格纳军事集团的一些消息 结合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的信息 俄罗斯军方的一些 这个私人武装集团的信息等等 那么我们呢 大概能够描绘出当前的战场形态 当然我们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 前后的逻辑关系的一致性呢 是因为在这一次俄乌冲突当中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息呢 那就是整个的这个认知作战呀 非常严重 那么各方呢 都释放出一些对自己方面有利的信息 那简单的说呢 就是充斥各种假新闻 假消息 所以呢我们对于各种消息呢 要看一看 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消息 还是呢 有前后的逻辑关系 那么直到不久之前呢 索利达尔还只是巴赫木特防御体系当中的一环 并没有凸显出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随着最近战况的激烈进展 俄罗斯媒体当中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高 索利达尔的解放是整个冬季战役的重要转折点 俄罗斯消息报原因军事观察人员 拉夫罗夫的分析 这里呢 他是前缀是安东拉夫罗夫 我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把他误会成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那么那么他呢 这位军事观察家的分析认为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乌克兰方面的部队呢 在任何方向啊都已经没有了战略主动权 关键节点就是这个补给线被占领啊 我们其实过去看打仗 经常都是抢夺对方的补给线 一旦补给线被切断了 那么实际上其他的部队即便现在还存在着战力 但是呢 基本上啊随着时间的推进呢 那么消耗一般坚持不了太久的时间 而且呢 俄罗斯方面的军事人员的分析认为 乌克兰方面这个现在的情况呢 处在被动 而俄罗斯方面呢 能够在得到增援之后 未来俄罗斯方面的作战力量将会更加的强大 俄罗斯方面军队的运转管理呢 也有明显的改善 当然大家不要听到我说这些信息 似乎对俄罗斯方面有利 因为等会我们也会谈到 乌克兰方面的信息 包括西方一些媒体的信息 军事专家的观点 我们介绍一场充满假消息 充满认知作战 充满矛盾 反反复复 这个战场形势 模糊不清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刻呢 我们要综合各方的说法 那当然大家呢 可以来做判断 因为这里呢 我也不懂这个俄语 不懂俄罗斯语 那么目前呢 也不可能出现在战场的前线 所以呢 我们去综合各方的信息呢 必须反复的要让大家强调 我们呢 要对这各种信息呢 要这个监听则明吧 反正多看一看 我觉得呢 综合各方的说法 这样会比较的 这个能真的能弄清楚 究竟怎么回事 那么俄罗斯的消息报呢 还对外透露信息 那特别呢 引述专家的观点认为 在索雷达尔解放期间 俄罗斯军队使用了小型步兵部队的 最新的攻击战术 他们得到了大炮 航空兵和攻击无人机的有效支援 这些无人机设法协助战斗 并实际上隔离了整个战场 阻止了乌克兰军队的 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那么至于这一次的胜利的战略意义呢 我们看到 俄罗斯消息报也指出 索雷达尔的解放之后 从去年夏天 从北斗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撤退之后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对阿尔啊 这个就是说 巴赫木特方向 以及呢 谢维 谢维尔斯克之间所构筑的新的防线 现在呢 这条防线 等于说呢 就是被击穿 那么就受到了威胁 从北部和南部 已经对啊 就是说 这个巴赫木特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 阿尔杰默夫斯克 那么进行了半包围 很明显的呢 突击计划将大致相同 那么巴赫木特 阿尔杰默夫斯克 是一个战略上 比索列达尔更重要的城市 在那之后 将有可能谈论进入啊 新的地区 那就是克拉玛 托尔斯克 以及呢 斯拉维 杨斯克 包括完成 顿列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土的 完全解放 这是来自于 俄罗斯军方观察人员的 一些总结 那包括后续的战斗的 一些路径和发展 但我想呢 他的预测 可能是处在一个 相对乐观的看法啊 那么毕竟呢 自己国家的这个 战争情况呢 那么肯定也是带有一定的 正向传导宣传的意味 对于俄军宣布的胜利呢 那么西方和乌克兰呢 当然会传出了复杂的信息 美国网络媒体 艾可信 报道指出 那么乌克兰 否认了俄罗斯的说法 并且呢 乌克兰坚称 索列达尔的战斗 仍在进行当中 而且军事分析人士也表示 占领索列达尔 不会立即改变 乌克兰东部的战争态势 虽然对于过去几个月 遭受一系列的挫折的 俄罗斯来说 这将是一场象征性的胜利 那这当然 把这个这一场 俄罗斯方面取得的胜利呢 尽量来贬低 这个 而且呢 给自己呢 来这个壮胆 我想这是乌克兰方面 说法的一些出发点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 那么在早些时候也表示 俄罗斯军队对索列达尔的任何占领 都不是一次重要的发展 不太可能预示着 俄罗斯即将包围巴赫木特 这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一些分析 美联社指出 乌克兰呢 特别表示 争夺索列达尔的战斗 目前并没有结束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马利亚尔呢 特别表示 莫斯科几乎派出了所有主力部队 以确保在索列达尔取得了胜利 但乌克兰的战士们正在勇敢的试图 重新守住防线 并夺回一些阵地 那么当然 这样的一种说法本身 是不是和俄罗斯的说法相互矛盾 那究竟谁说的是真话呢 我想只有一方 而目前我综合各方的信息来看呢 我个人认为呢 在索列达尔这一地区呢 应该说是俄罗斯投入很多的兵力 而且呢 应该是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至于说 索列达尔是不是已经一个乌克兰的部队都没有了呢 这一点呢 我们不能够去确定 也许还有一些特种分队等等 但是呢 这应该处在这一区域的本次战斗的一个尾身 那么目前呢 乌克兰方面还在坚称 当前处在艰难的战争阶段 而且呢 还在喊话说 乌克兰方面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对于一个战争的另一方 在战争的艰难时刻 喊出这样的一些鼓舞士气的说法呢 实际上我们也能够 从第三者的角度说呢 表示理解 对吧 因为打仗嘛 毕竟这个时候总不能说 我们偷侠我们都输了 不太可能 对吧 那么我们也看到 美联社对此的报道也指出 索列达尔的沦陷 不会标志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 也不太可能预示着 俄罗斯即将包围巴赫木特 前面我们谈到了 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一分析 和俄罗斯的军事观察人员的分析呢 实际上就已经 变得呢 彼此 这个就是说 有一点点矛盾 因为在俄罗斯方面看来呢 这一个地区呢 是一个战略重镇 非常之重要 而美国方面的分析呢 认为 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那么潜台词实际上就意味着 美国方面的媒体大概也认为 这一地区 索列达尔的战斗呢 是俄罗斯方面取得了胜利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方面则认为 俄罗斯现如今的媒体宣传 有对内 对内进行大内宣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 他在不断夸大本次 索列达尔胜利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当然 这是一个小型的定居点 而且漫长且艰难的战斗 让俄罗斯军队疲惫不堪 实际上美国方面的这一说法本身 我认为呢 是有待商榷的 毕竟呢 你说战斗这个如此之激烈 不仅俄罗斯方面疲惫不堪 难道 乌克兰方面就可以很快活吗 难道他们不也是疲惫不堪 甚至是伤亡惨重吗 难道在这里的 之前所部署的 这个所谓的 北约方面和西方的一些志愿军 或者是这个私人武装 那么志愿者 那么他们难道 不也是疲惫不堪 伤亡惨重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吹哨子壮胆 我看不是某一方 是各方都在这么做 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的前线记者也指出 13日的下午呢 他们在索雷达尔的郊外 4公里的地方 目睹了乌克兰军队撤离的情况 他又说 这似乎是一次有组织的撤离 因为乌克兰所撤离的军队 似乎没有感到恐慌 那么我想呢 作为一个美国的大媒体呢 这样的报道非常不负责任 什么叫做似乎是一次有组织的撤离 什么叫做似乎没有任何的恐慌呢 我想呢 有评论也指出了 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 他用了两个似乎啊 来为乌军进行洗地啊 洗地的就是帮他们说话 其实呢 有一点难堪 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来看呢 这一次的俄军无疑是获得了胜利的啊 包括这个美国媒体所认证的 对吧 乌克兰军队的撤离啊 只是说呢 把他说的好像这个啊 非常的有组织啊 非常的这个啊 斗志昂扬 但既然是撤离呢 必然意味着这场战争的失败 那么 在战略上呢 应该说 这个俄罗斯军队呢 目前的战场态势呢 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 而且这种胜利背后的俄军 他进行了一定的战术改进 包括人员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等等这些因素 也可能在更多的战场上呢 带来后续的胜利 但是呢 这种胜利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坦白讲呢 现在也是各说各话 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是 就像我们这个 比如说啊 我去找工作投简历 去了一家公司上班 这个时候呢 你只能说我得到了这个简历啊 取得了这一阶段的成果 那么我选择去这家公司上班 后续对我来说 这次的选择 究竟是利是弊 有多大的好处 就有没有坏处等等 实际上这取决于 你未来的表现 也就是说 你接下来的战场形态 乌克兰方面呢 他是不是会调整战场的部署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在此时此刻 你掌握了一个关键的有利位置 如果对方调整战略部署的话呢 实际上这就变成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位置 同样的 如果说俄罗斯能够 在这个整个的战略上 战术上呢 能够牵制住乌克兰的军队 让他无法进行新一轮的战略部署 让此时此刻的重要的战略据点呢 在后续的战斗当中 继续发生 发挥牵制的作用呢 那么本次的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呢 就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说很多事情呢 我认为还需要后续的观察 以及后续局势的发展 才能够判定此时此刻 那么取得的进展 它的意义呢 究竟是很大 还是说只是一般性的意义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眼下的的确确是 无法去准确判断 本次胜利它的意义的这个程度 毕竟呢 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俄军呢 他在之前上次攻下利西昌斯克 那么之后呢 他并没有能够做到趁胜追击 反而呢 在一段时间之内 还陷入了被动 而且呢 索列达尔从重要性上来说 与俄军过去几个月 所丢掉的一九母 红利曼 那么霍尔松等等重镇呢 应该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对吧 他只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一个居民点 那么俄军最多呢 算是啃下了一块硬骨头 那么我们谈所谓的战场形势的 完全逆转之类的呢 我想还需要后续更多的战果来证明 当然我们也知道 随着俄罗斯在战场上 取得一场胜利 那么也有传言指出呢 俄罗斯的瓦格纳的雇佣兵的老板 普利格任呢 就公开的抱怨了 他特别谈到了 俄罗斯正规军 把控制索雷达尔的功劳归功于自己 而俄罗斯国防部随后发表的声明 也做出了澄清 指出啊 那么这一场战役的来龙去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是借机啊 进行了表态 他说呢 这是俄罗斯内斗的标志性的时刻 也标志着俄罗斯内部 不同军事集团之间的啊 内讧啊 标志着俄罗斯军队的失败啊 当然这是来自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表态啊 既然是打仗的时刻呢 自然是没好话 有分析也认为 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之后呢 实际上就印证了 他想要继续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援助 那么就只能够继续来对俄罗斯进行反攻 或者说至少需要做到继续守住阵地 换言之 泽连斯基要用乌克兰的人的命来和美国做交易 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一系列的信息 那么对于啊 这一场的战争的胜利啊 就是索雷达尔的胜利呢 那么对于啊 俄罗斯的瓦格纳的军团 他的这种做在战场上的表现呢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 啊就是说谈到了整个战场呢 是由俄罗斯不同的军种之间合作所取得的成果 而不是某一个 但方便的 我想这也符合战场的整个形态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后续的发展呢 实际上瓦格纳军团啊 在最近一段时间呢 被很多人不断的谈及 似乎呢战斗力啊 比较的强大 而且呢 似乎在这个和其他的俄罗斯的陆海空军面前呢 希望能够展现展现出他们的这个重要性啊 我想呢也是在俄罗斯的内部呢希望扮演他们的角色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路透社的一些报道 谈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所发布的这个澄清声明 那么我想啊西方的媒体呢自然是对于啊这个俄罗斯内部的一个情势的变化呢 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除了在乌克兰战场之上 他们反复不断强调俄罗斯内部有内讧 然后呢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呢可能生病了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了 反正呢他们对于这些也不知道有没有消息来源 看起来有很多假消息的这些事情呢 好像非常的感兴趣 那么当前的这一这一情况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泽连斯基方面 就乌克兰方面呢 不断的在给自己呢这个调整战术 希望呢能够不断证明那乌克兰方面骁勇善战啊 取得战果 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得到 继续得到这个北约方面 美国方面欧洲方面的支持 那么如果一旦失去外部支援呢 那乌克兰方面肯定很快就会失败 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那么多资源来进行消耗 而且泽连斯基呢在最新的表态中又说 争夺巴赫木特的和索列达尔 包括克里米纳以及乌克兰东部 其他城镇和村庄的战斗将会持续进行 那么我想这一表态呢 本身呢也反映出这场战争 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持久战的状态 当然在战场之上呢 我们也看到双方的各自一词 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本次欧冲突 似乎还有许多的媒体 跟着释放各种假消息 那么俄罗斯的外交部12号的时候 就批评了路透社所发布的一则 关于俄罗斯黑客团队攻击 三个核研究实验室的报道 而且指出这些来源不实的反额宣传 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就谈到了 俄罗斯方面什么黑客部队 袭击核的设施 造成了潜在的危险等等 那么这样的说法本身呢 在过去我们看到有很多 结合前面所说的对战场形势的分析 实际上它的立场性就非常的明显 因此我前面才会说 大家要保持警惕 不能够被别人给认知作战了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俄罗斯的发言人呢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呢 特别指出了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呢 是没有证据没有事实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德国的军事专家的 最近的一个分析呢 他就直接的反驳 西方媒体对俄罗斯军队战力的一个评价 他特别谈到俄罗斯人在战场之上呢 并没有喘不上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西方媒体啊 总是把俄罗斯军队说的好像毫无战斗力啊 一塌糊涂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德国的新闻电视频道 他的一个报道啊 谈到了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大学的军事专家 卡洛·马萨拉他的一个判断 他认为目前的冲突还没有可能结束 因为要结束冲突就必须进行外交谈判 他又补充最终谈判解决方案将基于军事形式来判断 在马萨拉看来呢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坦克只是时间问题 他又说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在军事行动中是天生的一对 那么本来呢相互之间就是搭配使用 步兵战车运送步兵 主战坦克打击以敌方坦克为主的目标 尽管步兵也可以从步兵战车上射击 但非常的受限 马萨拉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步兵战车 他又说迄今为止啊有些步兵是被公交车和卡车来进行运送到前线的 那么目前的报道谈及了德国和美国分别提供的黄鼠狼和M2啊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 马萨拉说提供这些这个装甲车辆的目标 应该是帮助乌克兰尽可能多的收复失地 没有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的支援 乌克兰的他这个这场战争会非常的难打 而这位战家又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 俄军更加注重数量而非质量 因此呢俄罗斯的弹药工厂正在实施两班岛 他又指出要考虑到俄罗斯会进一步的动员 这可能会影响到50万人 此外在俄罗斯许多老旧的坦克都在修理 并将被送到乌克兰战场 马萨拉从情报得知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炮兵活动减少75% 他又说这可能意味着俄军需要进行战术修整 重新枕边部队或是出现弹药短缺情况 那么他的分析认为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都有 尽管如此呢 马萨拉还是认为 俄冲突目前不太可能很快结束 而且呢他认为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呢 依旧强劲 没有西方媒体所说的什么喘不上气这一说法 他特别谈到了俄罗斯军军事官兵 是否斗志昂扬 现在看起来呢无关要紧 那么对俄军最重要的是物资弹药的充足 即便这些弹药呢不管是不是现代化的 只要能够保持源源不断的这个物资供给呢 那么实际上这场消耗战本身呢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 我想俄乌冲突到现在为止呢 流离失所啊 那么逃难的老百姓呢已经有一千多万 而在乌克兰的这些政治经济军事高层们 他们似乎各个都还在声嘶力竭的嘶吼着 原本为了保卫这个安全操弄加入北约政治的军事这些动作呢 发展到现在这般境地 结果让自己的家园到处都是战火 对于这些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们 乌克兰的这些政治经济啊 这些高层们呢 他们的过去的这些操作呢 我想是啊 回想到现在的情况 应该说是相当的粉刺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